看到招牌就知道 我们来到哪里了吧 其实从台北到澎湖搭飞机 只要一个小时还来得及吃早餐 现在就跟我们到文康街的早餐 一条街一起来尝鲜 200度的旺用古法制成烧饼 馅料却是十足的中西合饼 你叫它等一下打来 五分钟打来 不论是这干贝酱炒蛋 还是泡菜炒熏机 28种商品通通50元有找 一天最多就要卖掉一千份 今天吃的是熏鸡加葱蛋 它的口感非常 就是很有层次这样子 而且它的那一个烧饼 也非常扎实后 吃完一个非常饱 烧饼一卖就是17年 老板说这灵感来源 都得感谢澎湖的阿兵哥们 巧克力加培根 这个很多人吃 还有草莓加荷包蛋 还有让韬客拼命点头 的就是这一碗 熬了20小时的牛骨汤 牛杂牛肉满满一碗 让这位小哥一吃就吊吊 汤我很鲜甜 每次来澎湖必吃的早点 好吃好吃好吃 原来老板用的是澎湖黄牛 现在现煮 50年来常常是凌晨5点半开店 早上9点半就卖光 以前就是我们退车 去那个渔港 渔渔港那边卖 都是那个打鱼的人吃 就那时候开始生意就好起来了 要吃澎湃的早餐 也守不了吐托鱼根 今年的澎湖吐托鱼特别肥美 绝对不怕不美味 只会想问 为什么我只有一个胃 东森财经新闻 6G6子腾澎湖采访报导